嗨你好,我是劉奶爸 接下来我们进入网路行销懒人包的第12集 第12集我们要讲的就是手机简讯的跟进系统 那手机简讯现在变成了什么? 触及率相当高的一个媒介 为什么?因为现在已经没有什么人在发简讯了 跟以前比起来少很多 当然还是偶尔会有 可是跟以前比起来 还有跟你的Line 比起来少太多了 你的Line一天搞不好几百个讯息进来 可是你的手机简讯 我说要付费的那种手机简讯 一天搞不好连一封都没有 对吧 所以你发Email 或者是传Line的讯息 跟简讯的讯息比起来 这个手机简讯的曝光率真的低很多 所以因为很少人在用 所以你在发简讯的时候 你的客户会看的几率反而比较高 就好像你自己 你自己看手机的简讯的几率 你是不是不会随便错过 对不对? 就算你没有当下看 但是你至少 隔一阵子 也许隔几分钟几小时 或是隔天 你至少会看一下 对吧 因为数量很少 你会去把它翻来看 所以如果你觉得 这个客户是很值得跟进的 很值得跟进的 我以前有做过就是交换过名片 然后我觉得有几个人是比较 我觉得比较适合的 就是我会去设定简讯的跟进 简讯也有简讯的跟进系统 很多人不知道 简讯的跟进系统 它也可以去设定 认识它之后 然后你把它输入 按开始 然后就会今天发第一封 明天发第二封 然后第五天发第三封 然后一个礼拜之后发第四封 可以这样子去设定 那这个是手机简讯的方式 你也可以去做设定 可是它有一个小小缺点 就是发讯息的这一个电话号码 这个电话号码 不是你自己的手机的电话号码 这是一个小缺点 但是如果说再多花一点钱的话 我觉得是可以去跟那个简讯公司谈的 就是说我要一个客制化的号码 就这个是代表我的 这样子 这样子的优点是什么 你知道吗 你有没有这个经验 就是手机收到的简讯 发现 这个是某某公司发来的简讯 然后再隔可能下个月好了 你又收到一封简讯 另外一家公司的简讯 他发过来 怎么这个简讯来源的那个号码 跟上次那一家 另外一家公司的号码是一样的 你一定看得出来吗 对不对 因为他他显示来源 那怎么这两家的简讯是同一个来源 那表示什么 表示他们都是去租用 刚好去租用到同一家简讯公司的这个发话的那个电话号码 所以这是一个小缺点 那如果你你的那个行销经费是比较够的话 我会建议你就去申请一支 专属于你们公司的那个简讯的手机号码 那这个是简讯的 跟各位讲一下简讯的东西 跟进的一个方式 那还有一个讲 还有一个好处是 简讯他其实也可以输入什么 网址 网址 他虽然不能够传 多媒体 例如说声音啊影片啊图片啊 那但是他可以夹带超连结 就是一般我们去缩网址啊 就是先把很长的网址 然后拿去缩短 像那个goo.gl 或者是bit.ly 这一类的缩网址的网站 他可以把很长的网址 然后贴进去缩成短网址 然后再贴到简讯 因为一封简讯有70个字的限制 所以不要太长 他可能会拆成两封麻烦 所以就先缩短网址 然后很重点很扼要的 你就要运用到什么 标题下标的技巧 任何文章的标题都很重要 这个是决定于 对方要不要把这个讯息打开的关键 所以标题很重要 然后呢吸引人家去点击那串网址 因为你要让他看的那个重点 是在点了这个网址之后的销售页 或者是名单收集页 这个是跟进的方式 所以应该名单收集页 你已经有了 有了他的那个手机了 所以你才会发简讯给他 那主要是可能你有一些活动 想要做邀约 或者是你有新产品想要上市 或者是你还有其他想要告诉他的一些多媒体的讯息 比如说你有影片想要给他看 引导他点击这个网址 去看更深入的影片 这样子追踪 长期的去追踪 因为一通简讯大部分都将近一块钱 比较便宜的至少要0.9 或0.95或0.8 但是有有这种系列性的简讯的功能 比较没那么便宜 至少都但是差不多不到一块钱 或者是一块钱这样 那这个是要花钱的 假设这个客户是值得你跟进的 比如说高资产型的客户 你一个月发一封简讯给他 一年也才发12封也才花你12块 你觉得不值得吗 所以你要去看那个客户值不值得 如果是高资产的客户 你一年才花12块的简讯去跟进他 那不算什么嘛 对不对 甚至我一个礼拜发一封给他 我觉得OK 一年才52块也很便宜 所以你可以去挑选 那接下来我们下一集来讲的就是 我刚刚讲的是自动核布兴建系统 然后LINE ADT群发的系统 然后手机简讯的系统 下一集我们来讲的是 长期的内容行销的更进方式 好我们下一集再见 拜拜